新闻特别气话带您关心 杨明山蝴蝶记25号登场 为了方便让民众赏蝴蝶 阳馆处清除道路跟步道两旁的杂草 但是有蝴蝶保育专家发现 蝴蝶的采蜜来源泽兰 阳馆处只保留开花的 未发芽的泽兰就跟着杂草被一并清除 专家担心过一阵子蝴蝶恐怕没有花蜜可采 蝴蝶记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而阳馆处解释包商在除草的时候都有注意 而且范围是以高海拔 非蝴蝶活动地区为主 绝对不会影响到蝴蝶生态 紫斑蝶跟青斑蝶 偏偏起舞大吞伤好热闹 先替蝴蝶进暖身 杨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 把道路跟步道两旁的杂草清除 连同蝴蝶的采蜜来源 泽兰也一并除掉 让蝴蝶专家很傻眼 你把草除掉之后 第一个可能我刚刚讲过 是增加蝴蝶被干流的影响 然后第二个是说 原本这些草丛上 可能会有趋住在里面的一些生物 其实它们就会丧失 它们生存的空间 那有一些小苗 那可能是被我们除下的草 干除下的草 遮掩度了 那等把那个草拿掉了之后 应该就不会再有这个 这些泽兰就会出现了 更让人忧心的是 现在的泽兰凋谢后 没有心知接力绽放 蝴蝶到时候要去哪里采蜜 而且除完草 民众跟蝴蝶拉近距离 蝴蝶活动空间缩小 生炭也受到影响 大部分冬天来讲 这边的动物活动情况比较低 大部分就可能在休息 或是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你在这个时段里面 做一些清理工作来说 造成的干扰就会比较小 洋馆处解释带有花苞的泽兰都有保留 除草的时间跟范围也都配合蝴蝶作息 在晚一点天气热的时候 它就会晚上移动 所以我们趁这个时候先除草 那等到过一下去 过了再晚一点的时候天气变热 它晚上移动的时候刚刚好 那个生态环境就能够 蝴蝶的互动就比较多 太急迫了啦 这样会影响 因为刚好是蝴蝶剂嘛 所以现在竹刚好 它的遮蔽就少一点 那民众在看的时候会侵劳它们 撑起生态保护伞 除了蝴蝶之外 也一并保护其他动植物原生生态 除草的急迫性跟必要性 洋馆处得再三思量 记者萧炳宜 萧一生台北报道